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的主题叫做函数 很多同学呢,遇到函数呢,就感到害怕 因为呢,我们要学多项式函数 三角函数,指数对数的函数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不同的函数 而且呢,等到了我们高三的时候学到微积分 这也是跟函数呢,很相关的东西 所以感觉跟函数有关的东西都好困难哦 函数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啊,函数并不困难 因为函数呢,你可以想象它其实就是一个关系 它就是一个关系 你说光与学长,你这个关系讲得好抽象哦 什么叫做关系呢?我们直接举一个例子来看看 如果呢,今天有一个机器 那这个机器呢,叫做 F of x 等于 x加2 然后呢,这个机器呢 有一个输入端 然后有一个输出端 OK 那我们把它写一下 输入端 另外一边叫做输出端 中文有的时候呢,比英文还傲口 那其实呢,英文就是我们所谓的input 你把什么东西放进去了 put in 然后呢,什么东西呢?output 输出了,就是put out OK 那 所谓的函数呢 其实就是一个关系 什么关系呢? 对于这个机器来说 如果今天我左边输入的东西叫做2 输入的东西叫做2 也就是代表说 我把2放进了这个关系里面 放进这个函数里面 那结果呢,这个机器就运作啦 这个机器的运作就是 你放进来什么东西 我就给它加2 然后呢,再把它输出出来 所以就变成4 所以呢,我把2放进去 产生出来的东西就是4 那如果呢 今天呢,我丢进去的东西是5 诶,也是一样啊 我把5 丢进这个关系里面 那它会跑出什么东西呢? 也是一样 我丢什么东西 在这个机器里面 在这个关系里面 它做的事情就是加2 那最后呢 它产生出来的东西就是7嘛 所以它的输出呢 就是7 那又或者呢 如果呢,我今天丢进去的东西呢 是3.3 那也就是说呢 我把3.3 丢进了这个机器里面 那这个机器呢 后来产生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数字 3.3加上2 所以呢 产生出来的东西 就是5.3 所以呢 产生出来的东西 就是5.3 这样子丢进去一个东西 有一个输入 产生一个输出 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 我们就称之为函数 所以呢 为什么在数学上 函数有这么多种呢 举例来说 我们刚刚呢 这样子的一个函数呢 我们可以称它为 多项式函数 那又或者你可以有什么样的函数呢 像是我们再举个例子 很多同学呢 以为函数呢 一定要写成 f of x 等于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f呢 其实呢 它只是一个函数的名称 这个只是名称而已 所以名称是可以换掉的 我可以这个 给这个函数另外 别的名字 不一定要叫做f of x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把函数的名称呢 叫做g of x ok 所以呢 我们就试试看 写一个g of x 等于呢 3的x次方 诶 这个东西呢 就是所谓的指数函数咯 指数函数 那我们再说一次 函数其实是一个 输入跟输出的关系嘛 所以我们就想象一下 如果呢 今天呢 你输入的东西 你的x 输入是1的的话 诶 你输入1 那就是3的一次方 所以g of 1 就是3的一次方 就是3 那如果你今天输入的东西是2 诶 那就是3的平方 那得到的东西g of x 就是9 那如果你今天输入的东西 是5的的话呢 哇 这个就很大啦 5的的话呢 就是3的5次方 3的5次方 大家去乘一下 就会得到呢 是243 那当然你可不可以输入是0呢 可以啊 3的0次方 我们都知道 任何非0的数 的0次方呢 都是什么 都是1 OK 所以呢 如果你x输入是0 那你得到就会是1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有一个输入 就会产生一个输出 而这样子的关系呢 我们就称之为函数 我们就称之为函数 那其实呢 函数呢 呃 可以是很有趣的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给一个新的函数的名称 我们写在这里 f of x 等于 x平方 如果呢 x是 偶数 或者是呢 f of x呢 等于x 减1 如果 x 是基数 那这样子 大家会发生 发现什么事情 如果今天我们把 0 丢到了 这一个 诶 这个机器里面 丢到这个函数里面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 0是偶数还是基数呢 对不起 这个G呢 不是这个G 基数 好 那如果呢 我们把0呢 丢到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发生一件事情 因为0是偶数 所以呢 我们要带上面的式子 那这样子呢 f of 0 就等于 0的平方 就会等于0 那如果我们带 f of 4呢 诶 4带进来 4也是偶数 所以呢 要用上面的式子 14的平方 就等于16 可是如果呢 我们今天带的是 f of 3 诶 3呢 是基数 那f of 3呢 就要带下面的式子 就变成3减1 等于2 那如果呢 今天我带的是f of 5 那就会得到什么呢 也是一样 5减1 那 因为 呃 应该是说 5是基数 所以呢 要带到下面的 所以就变成5减1 等于4 那有聪明的同学 一定就会问光学长啦 光学长 那f of 2.5呢 诶 这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诶 2.5既不是基数 也不是偶数耶 所以呢 他好像没有办法放进这一个函数里面 所以呢 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不知道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当我们在写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已经限制了 我们已经限制了 这个东西的定义域 OK 所谓的定义域呢 就是指说 我们的输入 我们的输入 可以输入哪些东西 今天如果我们的函数 长的是 f of x 等于x加2 我们知道我们丢任何的 整数 小数 分数 甚至是无理数 也就是把所有的实数 丢进去呢 它都可以产出一个东西 如果你今天呢 代入的东西是pi f of pi 它也还是可以产生一个东西 是什么 pi加2 也就是你把圆周率 这个无理数 三年一四一五九二六 哒哒哒哒哒哒 然后呢 带进去呢 它也还是可以产生一个输出 一个对应的值 那这个呢 就代表说 它的定义域呢 是所有的实数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的函数呢 是长这个样子的时候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函数 它的定义域呢 就是所有的整数而已 你只能把整数带进去 因为只有整数 才有分 奇数 偶数 如果呢 你是把有理数 当做定义域的话 就有问题咯 因为 你的零点五 你的三分之一 带进这个函数呢 都产生不出东西 也就是呢 这个机器会坏掉 就会没有输出 那我们既然有定义域 我们产生出来 另外一边的东西呢 可以产生的这个范围 我们就称为 对应域 所以呢 对于这个 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 上面这个f of x 等于x加2 这个函数呢 我们的定义域 如果呢 是时数的话 那很明显的呢 我们的这个 对应域呢 也会是什么 也会是时数 因为你不管 丢什么时数进去 它都会是有 另外一个时数 跑出来 OK 那 有一个词呢 要稍微介绍给大家 这个东西呢 可能会 给大家一点 小小的困难 跟挑战 就是在对应域这边呢 呃 还有另外一个 相关的词呢 我们这边 找一点点空间 给它写上去 叫做直域 那有些人就问说 公文学长 什么叫做直域啦 其实直域这个词呢 是比这个对应域 更严谨的 我们举一个 这个函数为例子好了 我们写在下面这边 就是呢 f of x 等于x平方好了 好 我们知道呢 如果呢 我们丢一个时数进去 它会产生一个时数出来 也就是说呢 这个多项是呢 它的定义域 可以是所有的时数 它的定义域 可以是所有的时数 而它的对应域呢 也就是 也是时数 可是实际上呢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x平方呢 永远呢 怎么样 大于等于0 就是你丢负的东西呢 它也会产生出正的 然后你最小呢 是丢0 它会产生是0 所以事实上呢 它的值 它会对应产生出来的值呢 永远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其实呢 它的直域 我们讲得更清楚一点 叫做正时数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值域 真正的意思是说 你丢入所有的数字 会产生出来的 那个输出呢 的所有的值 这个群体呢 就是我们的值域 而对应域呢 并不用 并不用直接呢 就一定要是所有的这些数 对应域呢 还可以比较多 对应域呢 里面你可以多出一些数 没有关系 只要是说 我们定义域里面 丢进去的数呢 产生出来的输出 会在对应域里面 我们就可以说 这一个函数的对应域是 比如说像是我们 f of x 等于x平方 这个函数呢 我们就可以说 f of x等于x平方 的定义域是十数 然后呢 它的对应域呢 也是十数 那只是值域的话 我们就要讲得很精确了 那它的值域呢 是正十数 因为呢 这个多项是函数 它呢 一定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呢 最后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在特别强调 在函数里面的 就是呢 我们的定义域 里面你随便取一个值 你随便取一个值 它一定要呢 能够对应到一个值域里面的值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定义域里面 有一个数叫做2.3 你2.3丢进这个函数里面呢 它一定要有办法有一个输出 你不能定义域里面的东西 丢到函数里面产生不出东西 那这样就代表你的定义域是有问题的 就像我们再次回到这个例子 如果今天我的定义域不是整数 我的定义域呢 是有理数 那我呢 把1 3拿去丢进这个函数里面 我把1 3拿进去丢到这个函数里面 结果就发现这个机器卡住了 因为呢 1 3既不是偶数 也不是奇数 所以产生不出东西 所以这问题是什么 因为呢 这个东西不在这个函数的定义域里面 所以呢 它是不能被丢进来的 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丢一个东西进去呢 可不可以产生两个东西出来 不可以 一个输入就只能有一个输出 不然会错乱 这也是函数的特性 也就是说 函数有个很重要的特质 就是 输入一个 就只能输出一个 不可以更多 所以你不会看到 有一个函数呢 它的F of 3 会等于5 而且F of 3 等于7 那这样子呢 就代表这个机器呢 一定不存在 我丢一个东西进去 这个机器就只能产生一个产品嘛 怎么可以 我丢同样的东西进到一个机器里面 结果它产生出不同的东西呢 就代表这个机器品质有问题嘛 所以呢 这样是不可以的 这样是不可以的 输出一个 输入一个东西 就只能带出一个输出 这是函数的重要关系 OK 重要的关系 所以我们最后小小复习一次 函数呢 其实就是一个关系 那当然可能有各种函数 有多项式函数啊 指数函数啊 或者是特殊的一些 就是这种说明的这种函数 那当然呢 甚至三角函数啦 这都是所谓的函数 那函数呢 这个关系就是把一个输入 跟一个输出呢 做一个关联 你输入什么东西 它就可以产生出对应的输出 那所以呢 在函数数学式子里面 这个东西就是输入 而这个东西呢 就是输出的结果 而这个东西呢 就是函数的名称 这样子你对于函数 有没有更基本的概念了呢 对于函数的猩猩 但是这个东西呢 就是函数的猩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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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4 5 5 7 7 7